大家好,今天咱们来看一栋尔湾花果山未尚市的全新大挑高四房独栋别墅 房子后面就是这个公园还有泳池会所 后面是没有遮挡的,非常好的地块 房子的前面就是这样聚宝盆的地形 孩子在这里玩也不用担心,远处都是牛油果树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就是咱们看的这栋房子,后面没遮挡,前面聚宝盆地形 两层高的大挑高客厅,大窗户,大推拉门 高档升级的木地板 后面没有房子,采光非常的好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厨房 台面都是人造大理石的,大窗户,各种橱柜 还有所有的电器都是齐全的,甚至包括这种大冰箱 这边是一个放不需要冷冻的东西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院子 院子不算大,中规中矩 但是它好处就是它后面就是公园 所以你可以去公园里面散步什么的,这个丝毫都不影响 这个侧边也是蛮大的 这个房子它是一个3000尺的,四房3.5位的 加这样的一个大挑高 所以在一楼是有这样的一间卧室的 这个卧室呢,这房子因为跟对面的房子间距远嘛 所以这个卧室也是很亮的 这边呢,是卧室里面独立的卫生间 带洗浴的 在外面呢,还有一个卫生间 就是这样的一个客位 所以在一楼呢,它一共是有两个这样的卫生间的 而且你看这个层高,还是蛮高的 接下来呢,咱们上二楼去看一下 在二楼看这个大挑高也很漂亮 上了二楼之后呢,咱们先往左手边走 这边呢,是两个卧室,一个客厅 这中间就是一个客厅 这个房子它跟对面的间距只要远了 你看它这个视野就非常的不错 还能看到这个小山丘,上面有那个女儒果树 然后这边呢,就是两间卧室,两间次卧 这两个次卧呢,是共用一个卫生间的 每个次卧呢,这是三扇窗户 二楼的这个层高也是蛮好的 咱们看这边的这个卫生间 这个就是共用的,里面还有橱柜 双水盆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这个呢,是另外的一间次卧 所以在二楼呢,它是两个次卧,一个客厅 之后呢,它还有一个主卧 这边呢,是洗衣房 洗衣房呢,是左右放置洗机烘干机的 橱柜水盆,这个都有 这边看一下主卧 主卧这个窗户就大了 后面没有遮挡,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山 这边呢,是主卧的这样的一个大卫生间 有这种占玉浴缸 然后拐角式的这种双水盆大镜子的设计 蛮漂亮的 这边呢,就是主卧的衣橱 这个衣橱的面积也不小 浴室啊,什么的都经过了升级 而且呢,这房子还有一个新风系统 你看就在这里 空调的控制器 地块和户型都不错 更多的问题呢,可以单独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谢谢